山寨王家駒 山寨王家駒 我忘記叫什麼名字 一般的網民 都一定是第一個反應 家駒是一個 什麼 神似聲音 心都不似之類 我明白的 但是 首先我講一下這個 大陸的歌手 我剛才第二次聽 大家自己上網找 其實它特別低音 它的聲音真的很像 那個樣子 年紀 樣子也很像 當然 那個像度是否這麼高 當然有些後天要 例如衣著 髮型 你問心 如果他不開聲 第一眼見到他 你是不是一定會想起家庭 我想有些人會想起 但也不是每個人會想起 但是一唱一把開口 因為人是這樣的 這麼像家駒 就這樣 一般來說 我們在外國看到很多歌手 像是麥克爾傑森 麥克爾傑森 那些 其實很多模仿者 甚至乎 是專門模仿他們 去賺食 什麼貓王 所以我覺得這問題不大 有些人說 做自己 你怎樣都學不到 家駒一國 這個當然 任何人都只有一個 你說這個扮王家駒人 都只有一個 做自己 第一 他可以喜歡做自己 現在只不過是維穩性沒有辦法 因為多人聽一點 但是你都不排除 他根本都不特別喜歡做歌手 不過他就是喜歡 他很喜歡家駒 他就扮貓王 不扮家駒 他扮得來 他真的會唱 他真的會唱 第二 就是 很神奇地 他做自己 唱他自己的歌 可能真的沒有人聽 是吧 現在他就有很多人聽 誰扮周杰倫都扮到 武論行 那個人 那個人真的很像 但是 如果你的樣子 你覺得是 戴上黑招 你直接覺得 那天我看周杰倫 真的是周杰倫出來 我都會想一想 是周杰倫還是扮周杰倫 我也會想 是吧 那你 即是 有些是很現實的 他不是 和他會唱會彈 他不是侮辱的 你說他抽取 那你真的有市場需要 是吧 即是有時候 我們當然是家駒得過 你不用說 我是Beyond 的粉絲 但是 喂 人不在 就算人在也有些人辦 是吧 只要你不是 惡化 醜化他 我覺得OK的 即是好像那個時候 六月 即是那個什麼 六月 家區 不是 那個 兩個字 最遲家區的 八聲 什麼狗 那個叫 啊 即是和王明志合作過 哦 那個叫什麼狗 那個叫成 成坤 不是啊 成坤是謝順的師父 夫狗 夫狗 其實那時候有幾年 那個叫什麼 六月天 嗯 六月天 即是 全國巡迴 這樣 一樣是很收得的 即是有時候 你說是不是 秋彩賺錢 都可能是的 但也滿足了一些 想聽 Beyond的歌 是吧 即是其實 被一個 Queen 他都找回 Fetty 走了之後 他都找回一個好 次去 或者唱到他的歌的人 去繼續 那個組合 你沒有辦法 那其實 譬如Beyond 你現在 他們爆完 如果你 什麼的 其實與其他們三子 不過他們自己都唱到 其實 你可以找一個 譬如找阿富九 都可以繼續去 他們未必制 他們應該不會制 現在 因為他們三子都唱到 是吧 所以說真的 如果你說唱 加強和阿波和加區 就相差很遠 純爾說唱 就相差很遠 你問我 即是 尤其是很難說 大家喜歡看就看 不看就算 反而 因此而我又想想想 即是安達臣 我看見多數人 都算安達臣 因為簽了那個 中超那裡 中甲那裡 中甲那裡 混纜 主要就是 有良出先算 這個我們是同意的 但是我就 不覺得應該 用阿富阿安達臣的語氣來講 據說 據消息 10倍人工 香港我不知道 10萬 20萬 10倍人工 無論如何都可能 7位數字 一個月 如果10萬 就100萬 如果20萬 香港 就是200萬 一個月 那你真是 沒得怪的 我覺得 加上 加上 他在這段日子裡面 他覺得他可能 都未必再做到很多事情 因為你是涉及很多管理 即是 我講足種 行政 是吧 即是 各有人各有子 他帶得到這條路 這麼好 我希望他 好 你不 你免得對香港 捉足這班人 你 都批評過你 是啊 你不要想著 到時他出不到糧 就回來香港 不要想我們做人 因為他不是混蛋 他未必好像我們 這麼熟悉他大陸的東西 當然未必 那絕對 香港 我們當然知道 我們很抗拒 但他始終 他不是香港人 而且還有 雖然有人出不到糧 整班肚子 那些 都很多人出到的 這麼多年以來 是吧 喂 你這樣的銀馬 喂 我真的不會看他 我看他好 是吧 因為他沒有對不起我們 如果你是欺人 就不同了 他在香港教育的時候 他沒有對不起 他盡心盡力去教 就可以了 好了 另外這一件事 其實千萬不要以為 這個政府這麼好 有個女教師 因為反送中 出了一個post 被隔職 於是這個女教師去覆核 覆核 覆核 判勝訴 OK 好了 政府就立刻申請了 撤銷判決 大家比較亂 申請撤銷判決 就不是申請撤銷這個判決 也不是上訴 是申請撤銷了之前 他們 對這個女生的隔職判決 那是否政府轉死性呢 我們希望是 但似乎就不是 我們先看看案情 這個就是譚玉芬 被指在2019年 反送中運動期間 在Facebook發表不當言論 被公務員事務局隔職 許入品高院司法覆核 今年4月獲判勝訴 公務員事務局 亦都回覆媒體說 是啊 我們都跟上訴庭申請撤銷這個判決 好了 那是甚麼事呢 1995年起成為公務員的文憑教師 1995、2005、2015 去到2019年都教了二十幾年 四五十歲的中年 很有經驗的老師 在蔡卯會官立中學任教 被指在2019年6月至9月 在Facebook發佈了八則不當言論 公務員事務局說他們是受判言論 最終遭到隔職 6月至9月 6、7、8、9 三、四個月入面 只有八則言論 我覺得非常好 在那個歲月一萬之間都可以發八則言論 是不是就是 好了 譚玉芬去年提出司法覆核 他代表大律師黃宇日在聆訊上表示 被投訴的post是由譚玉芬 大家聽清楚 私人帳戶發出 這個帳戶和教育工作無關 他也在這個帳戶裏 是沒有加入任何學生做朋友 他也不是甚麼KOL 而涉案的post 遠遠未達到仇恨或者煽動暴力的門檻 批評紀律言訊會的詮釋根本無法成立 是過分干預言論自由 譚玉芬在學校教書的時候 也沒有任何不當言論 格職的懲罰是言相稱的 好了 高遠基本上是認同他的代表律師 黃日宇的所有事情 高遠說 是啊 我裁定你新司法覆核得席 他的判詞說 申請人 大家留意 這個就是Sensai de Sangam 申請人行為雖然不當 但是局方處分的時候 沒有考慮 例如強制去退休 例如要去離職 總之有其他的可行懲罰 直接用格職來做量刑起點 這個是法律上的錯誤 即是高等法院的法官 忠然他 判他覆核勝訴 但是他真的沒有事 剛才那個律師提出的那些 喂 八個報告是私人 向校沒有提到 沒有加入任何朋友 什麼 他影響力非常小 他又不是什麼KOL 而事實上 如果我們在這件事發生之前 從來公務員 又沒有說不可以這樣發表意見 就是 是吧 是你們僭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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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樣去隔職 我死掉了 你公務員事務局 如果在以前來說 根本也不可能 因為他不會夠膽去這樣做 因為他要賠錢 是啊 不是輸死他 他不會這樣做 真的不會這樣做 以前怎麼夠膽去隔職 最多呢 抗爭政府好 不適合聽 叫人到你 沒有雷工那麼大 那份量仍然是那麼多 這樣就可以了 而這個法官呢 竟然是說 喂 直接隔職 你有沒有考慮過其他處分 例如他提早退休 他是這樣的 的 即不是的意見 那判決書裡面 OK 好了 法官說 明白政府對公立學校教師 不當是採取靈容忍的態度 哦 即是說 他對他的態度 OK 靈容忍 也都理解公眾對教師 有較高的期望 我當然對教師有較高的期望 我當然對教師有較高的期望 我就是希望那些教師 將他們所想 所信的東西 教到下一代 用多角度 那如果 老師 將一些社會的時事 分析給學生聽 喂 政府 當然不對 是吧 當然有不對 但是 這些市民 這些學生 這樣是不是對呢 或者民主派 所謂的什麼 什麼什麼 什麼什麼 以法達義 是不是對呢 你這樣說 大套 這些是過去老師 香港老師一直在做的事 所以現在就要取消內通識 但是現在呢 不是啊 原來就只能夠說一方面的事情 只是這一點 你法官明白 我們就不明白的 那就是為什麼 現在這麼多年輕人 有抑鬱情緒 今天我有個老師 網友上來 他說 你想想 現在 三四年級 想自殺的 大有人在 絕對多於我們所理解的 中二三 是籌備自殺 現在是這樣 那樣 你覺得 為什麼 各位網友好 好了 他說 但是 這些 不一定是能夠解釋 為什麼 譚玉薰 需要在被剝奪福利的情況下離職 他說 現在又辦事了 譚玉薰在25年的教學生涯裡面 沒有任何不當行為 考慮到年紀 相信他很難找到新的事情做的 當局也沒有發現 他的post對任何學生有影響 就裁定申請人得席 下令撤銷格席的決定 是撤銷格席的決定 那公務員事務局還說 誒 確認了 我撤銷格席的決定 不過 對於違法違紀的公務員 他們依然是凌容著的 會按公務員的機制 公平和嚴謹地處理這個紀律個案 那他違甚麼法 我不知道 死東西都違法 他是違紀 最慘是違法和違紀 你應該陪伴這幾年他失去了的一切 原先不開 我不知道他們會 我希望他們會這樣做 要跟他講算 但是 即使他撤銷了這個決定 即是格席的決定 這個老師也沒有任何 公權力在 但他有做錯甚麼 你問我 他是不幸運 被挑選 他會這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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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這樣做 為什麼會這樣做 這麼多時候投訴警察 當然要 口頭分析一下就算了 對 你真是浪費氣 另外這件事 真慘 早前 表妹跟我說 我也不知道 她說 我不是這樣瘋 她說現在澳門賭場 她常常瘋狂的線 是捏到競爭 在裡面 你進去 是不用吃東西的 裡面有甚麼脆話 你浪費氣了 不用的 你直接去拿東西 喝糖水是糖水 吃蛋糕是蛋糕 甚麼都有的 很冷靜 而且是好吃的 是街外水準的 今天報紙就報導了 澳門政府 好 廚瓦要求 澳門的成批公司 停止 供應免費小食 給賭場 OK 好了 為什麼呢 澳門當局 憂慮 你這樣搞法 賭場有食 吃得飽 我表妹說 雲吞麵也有 雲吞麵也有 雲吞麵也叫一杯 三式奶茶 那你還要吃 因為這樣做 就會影響澳門當地的 生存空間中小企 是 是 是嗎 那當然 男生做些賭場的小生意 但是譬如有些產品供應商 在網上反映 他們說 你無緣無故將大額訂單被取消 明明去跟接準賭場 那些如果你是簽了約 就去簽 賭場 我想賭場是給得起的 是吧 或者賭場 甚至乎你照理 那些貨物 我就不能夠免費了 我要賣 他也能賣到的 是吧 大家可以談得到的 但是最糟糕就是 很多內地旅客 的零 零 零原油 他們原來 是 零原油 現在 現在 其實你上書 上書 香港通常都要百多元 怎樣油都要百多元 但是澳門真的零原油 又教了怎樣 坐什麼車 接著去賭場吃什麼 零 老實說 賭場 他算大數而已 你進來他就不怕你了 是吧 就是你肯賭 是吧 但是呢 你外面那些真的會死掉 那這件事呢 我只是說 可能澳門地方小一些 比較沒有那麼複雜 他都比香港政府反應快 快很多 最少快 上次那些藥物 在疫情 澳門都有限購 香港反應沒有 喂 是啊 是啊 那些做法 那些補貼 澳門都比你快 喂 如果上次他那麼快 對呀 我的東西哪能賣得那麼多 所以再去搞到市場缺貨 好嗎 我都沒有錯 你最慘的那個疫情 雖然是突然間離開 但是為什麼人家都可以籌備得快 是吧 喂 他現在做這個行為動作 其實最主要呢 就是要倒絕那些零原油 就是窮油 窮油 喂 他來到你怎麼都光顧我 吃一碗牛雲吞麵 在外面 倒絕一些黑衣 喂 我們又怎樣 我們怎樣 我們現在 我們怎樣 他已經剪了幾個月了 有沒有傳我出來做過些什麼 喂 現在反而相對底下 要歡迎他 不是啊 喂 相對底下現在 反而在土瓜環那些 買團那些 下來的那些 給幾百元 可能還有貢獻過那些窮油 哈哈 現在倒過來 是 好像我今天見到 其實我教授的時候都知道 不是羅素街 在銅鑼灣 白沙道一帶 無論如何 那間之前是 阿米家還是 浪琴標 二百三十萬月租 現在租到了 十二萬 喂 多個五個就算很厲害了 業主就覺得 沒什麼所謂 這個業主比較特別 他就說 一萬幾千元都租過幾十年 即是 未變天的時候 他收過幾 喂 他肥了 他收了幾年二百多萬一個月 好 他就之前 他就租過五十幾萬 不知道給我 我忘記了哪一檔 那檔都不做了 現在十二萬八 好像是租給那些 我不知道 那些 做事 賣這些 那你還未去理解 是等什麼 說你還不做事 是吧 然後我們每天的新聞 看見 依然是政治的事情 我真的懷疑 是否真的有人想低級紅 好 另外 有個小紅 真的有個小紅書 馬林飯 有個被稱為 拜山KOL 為何叫拜山KOL 這個小紅書用戶 成吉去拜山 原來之前 他又拜過肥肥 又拜過陳伯強 又拜過胡艷芳 又會去王家駒 他又會去拜山 又會去智蓮靜院 又會去 升康大埔 總而言之 他沒有天天拍片 你會有人看 他會去青山 那他是不是青山 我就不知 有沒有拜天毛澤東 現在呢 總而言之 他又不會拜 他現在這些人 就好像千禦寶寶寶所說 薄流量 好了 這次出什麼事呢 他去拜 南傑英 獻上鮮花 沒有問題 親手 精理石碑 都沒有問題 但其實拍片 就已經無謂 幫你博流量 你不拍片 那你做什麼事呢 他說 你一生太不值了 沒有問題 你訓練班裡面 你這麼漂亮 但最坎坑 沒有問題 但其實沒有問題 之以這些說話多餘 其實你拜祭 不是去拜祭 你還要跟他說這些說話 他說 希望你能夠原諒 令你痛苦 令你失望 傷害過你的男人 說誰 他 我不理會說誰 大家知道 現在一般來講 就認為鄧光榮和曾志偉 我都不敢確認 特別是鄧光榮 我真的不覺得大哥會做這些事 所以大哥也過了生 曾志偉 大家不喜歡他也好 那是否他那麼強橫 他很強 我不是說 他想說 曾志偉有沒有做 或者他是好丟臉 或者是 哎 原諒他 因為老實說 又沒有人道歉 你原諒他做什麼 又或者你是曾志偉 你去哭憤 你原諒我 那就是另一件事 當然你不原諒你 人都死了 你才可以做這些事情 我能夠解讀到他 這個人 可能心裡好的 我不是 因為原諒人反而是自己放下 譬如南傑英你原諒去 那你就可以安安樂樂 他有沒有認錯 你原諒他的話 他有沒有認錯得好 你就安安樂樂去做人 這個是南傑英的決定 我想他是這樣 但是 這些真的不應該由你一個外人說 如果南傑英的在天之靈 他有這樣的靈性 那是他的福氣 他沒有的 含著淡氣 繼續留在那裡 都是他的命 不到你講 雖然你可能是沒有 南傑英好 你看他好 你又沒有理由會講那些 訓練班到你最好 但是一生最坎坷 這些就不應該跟他說 因為你令到他更加暖暖 對於這個紅塵 不是眷暖 是憤恨 這些是純粹 有些人可能不知南傑英 或是未感受到他 他在建立 他一生真的很坎坷 最好是他 為何要這樣呢 然後就完了 就回那個我們熟悉的故事 其實講來講就是博流量 博到這些其實是很無恥的 跟博家驅那個 我認為都沒有什麼分別 好了 現在做完第三節 第四節 我們介紹一本書 我們聽首歌回來 跟著我們嘉賓就到 好吧